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不少关于神仙记是救人的故事 他们在人们遇到危难的时候 总会适时伸出援手 帮助处在困境中的人们渡过难关 但神明惩罚作恶多端的恶人的势力更是数不胜数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机缘巧合 才会让神迹展现在世人面前呢 我们先来看几个故事 不久前台湾的某座神塔处 发生了一件石佛显灵伸手救下从高空坠落的孩子的离奇事件 这座塔是台湾神保存的最好的一座古塔 塔身全部用青砖修建 属阁楼室共有13层 底层每边长9米 周长为72米 塔基为须弥座 塔身呈巴棱状 具有十分古老的历史 这样一座塔自然让人们对其无比敬畏 所以在每年每月的农历23日和24日都会举行塔会 塔会举办期间 会有许多活动 马戏 杂耍等等表演 更是让人眼花缭乱 所以每逢塔会 古塔附近都是人山人海 这次也是一样 就在人们沉浸在塔会热闹的氛围中时 一个人的大叫打破了祥和的气氛 他一边叫喊着快看 一边伸手指向高空 人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顿时吓出一声冷汗 在塔的第13层处 竟然有一个挂在栏杆上摇摇跃坠的小孩子 谁也不知道 为什么一个孩子会突然出现在塔的13层 并处于这样一种危险的境地 但情况危急 来不及做过多思考 就在人们冲进塔里 准备爬上第13层救下孩子的时候 孩子却手滑掉了下来 留在塔底观察孩子情况的人们心头一惊 13层的高度 孩子怕不是真的要没命了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奇迹发生了 就在小孩跌落的过程中 塔二层的西南方向的一尊佛像 突然爆发出强烈的佛光 刺眼的光芒几乎令在场的人们睁门开眼睛 过会儿后 光芒退去 人们缓过神来 准备查看孩子情况的时候 都被眼前的一目警呆了 孩子并没有掉到塔底 而是掉到了塔二层西南方向的那尊佛像手里 从13层的高度掉到二层 也是非死即伤啊 可在佛像手里的孩子 除了嚎啕大哭外 似乎并没有其他的任何异常 更令人惊讶的是 无论从各种角度来看 孩子都不可能掉到佛像手中的 所以在场目睹这一神迹的上前人 都认为这是石佛显灵 伸手接下了从高中坠落的孩子 孩子的父母首先反应过来 大哭着跪倒在地 向佛像道谢 然后上前接下了自己的孩子 如果没有佛像显灵 他们就与孩子天人永隔了 举头三尺有神明 神明不仅仅会及时救人 面对无恶不作的恶人 也会适宜警告和惩罚 曾经有个放羊人 有一天他在放羊的途中 发现了一位正在痛哭的老婆婆 边哭边说 孩子们你们怎么不听话呀 你们的罪孽太深重了 该如何救你们呢 就在这时菩萨显灵了 警告放羊人说 回去告诉村民 如果还继续做一些 为人不耻的勾当 神明必将会对他们降下惩罚 放羊人心里一惊 最近村里的风气 确实越来越不好了 不少人犯下罪行 不仅仅是小偷小摸的行为 甚至还有公然抢劫 老人家产的暴行 于是回村的他 立刻告诉了 村里人菩萨的警告 听完放羊人的话后 只有极小部分人决定悔过 而大多数人听后 都是哈哈大笑 认为那只不过是 放羊人产生的幻觉罢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 却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所以那些恶人 还是不知悔改地 做了不少坏事 而老实的放羊人 见劝不动大家 也只能无奈地 继续管自己放羊了 可就在这时 菩萨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他很害怕 说他一定会再次告诫村民 不要再做坏事了 这次菩萨什么都没说 就隐去了 不久后 村里就闹起了瘟疫 除了放羊人 一家和极小部分回海后 行善积德的人家外 其余的恶人 全都染上了瘟疫 不少人前一分钟 还很健康 下一秒就开始 口吐排没 神志不清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死去 这个村子 也就这样 慢慢地消失了 以上两个事例 告诉我们 神明不仅仅有着 即时救人的菩萨心肠 面对恶人的他们 也会毫不留情地 施加可怕的惩罚 在世面对天灾的时候 神明会用自己的力量 帮助人们渡过难关 而在人作恶多端的时候 会先通过警告的方式 希望警醒世人 给人留下悔改的机会 如若这些人执迷不悟 才会降下极其可怕的天法 所以 在我们的生活中 要时时刻刻行善积德 才能获得神明的庇佑 平安健康地度过一生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